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人只能铤而走险去抢劫新店 可因为利诺改造的汽车性能太过强劲 一脚油门下去竟直接撞破四堵混凝土墙壁 直到冲出大楼汽车才堪堪停止 而祸不单行 等利诺想要逃离时安全带又出了问题 此刻不远处已经响起请低声 无奈之下他只好让昆丁先逃走 自己则背下全部的罪名 最终利诺被判了两年的有期徒刑 然而就在三周后 基督队队长查瑞斯突然在监狱中找到他 原来最近当地的毒贩势力猖獗 他们与飞车党狼狈为奸运送为禁品 尽管基督队全力抓捕 却因为警车性能问题总是功亏一篑 不久前查瑞斯得知了利诺的壮举 明白他在改造汽车方面很有经验 于是便想请他为基督队工作 翻阅着查瑞斯留下的资料 利诺在看到一名叫朱利亚的警员时 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深情 似乎二人之间有着不一般的关系 再加上哪里都要比监狱好得多 于是利诺最终同意提供帮助 而有了他的加入 基督队可以说是鸟枪换炮 他们驾驶着改装后的警车飞速狂飙 成功拦截一辆飞车党的汽车 并从中搜出大量违禁品与现金 可尽管完成任务 查瑞斯脸上却没有半点效益 他注意到飞车党的车上装有加速装置 而利诺的车上也曾有过类似的物品 于是便悄悄取了下来 随后查瑞斯又打断副队长阿列斯基的祝贺 告诉他基督队抓捕飞车党的同时 又有更多的违禁品流入城中 显然这是毒贩们丢租宝居的伎俩 而他们之所以能这么做 大概率是基督队中已经出现了内鬼 这番话让阿列斯基面色凝重 他提醒查瑞斯他们已经赢了 随后又强调其中也包含自己的功劳 但查瑞斯却不以为然决心继续调查 他驾驶自己的跑车找上利诺 那经典的车款让利诺嘖嘖称奇 而更让他难受的是不能亲手向其改装 不过随后发生的事便冲散了他心中的不满 只见查瑞斯带着利诺来到一间车库 左右两边停满了汽车 这些都是基督队的车子 并且全权交给利诺改装 一瞬间利诺直觉来到了天堂 他的心中只剩对查瑞斯的感激和对未来的向往 不过惊喜还不止于此 查瑞斯又掏出一封文件 原来他已经向上级提出申请 从下周开始利诺的身份就不再是罪犯 而是一个名正言顺的基督队队员 这消息让利诺直觉不可置信 他不知道该怎么答谢查瑞斯的恩情 而查瑞斯则趁机丢出加速装置 作为机械师 利诺一眼边看出这种装置 可以让发动机功率提升三倍 同时他也猜到是谁制作的这些 于是在让查瑞斯保证不会追究后 利诺带着他来到坤丁工作的车厂 因为不清楚里面局面如何 查瑞斯想要等阿列斯基带人支援 可多次联系 电话仍无法接通 欣喜地地安危的利诺等不下去了 他直接孤身一人溜进车厂 成功找到在这里工作的坤丁 然而在见到利诺后 坤丁脸上的恐惧却多于喜悦 连声劝说他快点离开 但此时两个混混已经来势汹汹的走来 更是在威胁无果后直接动手 眼看其中一人已经举起武器 索性查瑞斯及时赶到 不费吹灰之力便将二人控制 这时阿列斯基与搭档马克也驾车赶来 见此情景 查瑞斯便让他们处理现场 自己则带利诺与坤丁先离开 然而眼看他们钻进汽车 阿列斯基脸上突然露出挣扎的神情 随后他举起手枪 竟直接扣动扳机夺取查瑞斯的性命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令利诺不知所措 好在有坤丁的提醒 他才回过神来 拿上车里的手枪快步逃走 等马克追出来 只看到被取下的定位脚环 这消息令阿列斯基勃然大怒 他急忙命令混混 烧毁查瑞斯的汽车与尸体 随后便驾车迅速离开 逃出生天的利诺 一路狂奔来到加油站 抢来电话就要把刚才发生的事 告诉给朱利亚 却不料正巧有三名警察再次休息 最终他们将利诺制服并带回警局 不久后阿列斯基走进审讯室 他熟练的关闭监控 却并不打算灭口 阿列斯基承诺 只要利诺将查瑞斯的死 退到飞车党身上 那他就会当这件事没有发生过 利诺仍会被释放 并留在基督队工作 但这番寻寻善诱却无法打动利诺 毕竟如果没有查瑞斯的知遇之恩 现在他仍待在暗无天日的监狱中 所以他不可能让恩人白白枉死 也不可能与阿列斯基狼狈为奸 眼看他油烟不尽 阿列斯基留下一句威胁后 幸幸离去 而利诺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 他拆下椅子上的钢管 两根一起撬开焊在桌子上的铁环 观看监控的警长发现异常 等他赶到却被一脚踢翻 利诺又从他身上找到手铐钥匙 彻底挣脱了束缚 紧接着 更多的警员觉察到不对 仅仍与利诺在警局中扭打起来 然而尽管他们人多势众 却仍不是利诺的对手 几次合力都被轻易击溃 纷纷倒在地上痛苦哀嚎 先此情景 利诺快步向外走去 却发现门外仍有警员 转过身 又遇到赶来的追兵 无奈之下 利诺只好再度出手 他在警局内边打边退 举起一旁的防暴盾 疯狂反抗 但毕竟经历了长时间的苦战 利诺的体力逐渐不支 被几名警员包围制服 眼看生路被断 利诺忽然注意到 一名警员身上的催泪喷射器 于是伸手取出 疑通乱喷 但刺激性的液体 令一众警员哀嚎不断 利诺则趁机从后门迅速溜走 与此同时 基督队已经找到 查瑞斯面目全非的尸体 和那辆被烧毁的汽车 这残忍一幕 令朱利亚悲痛欲绝 而在看到长官莫斯赶到后 阿利斯基快步上前 将脏水泼到利诺身上 因为利诺刚从警局逃走 莫斯也对此深信不疑 等朱利亚从现场返回 她脸上的泪痕仍清晰可见 不过此时 利诺已经悄悄摸了过来 她先设计将维修宫关进屋内 随后找到朱利亚 告诉了她这件事的真相 可发生的一切 让朱利亚根本不敢相信利诺 更是在接近后突然偷袭 干脆利诺的一个三角角 准备将其降服 尽管利诺奋力挣扎 却仍敌不过那两条有力的大腿 只能在最后时刻 摸出朱利亚身上的手铐 随后便昏了过去 等朱利亚放松过来 才发现自己被靠在车上 此时利诺也醒了过来 她忽然从车轮看出 面前这辆并不是查瑞斯的汽车 随后又想到 那枚射进仪表盘的子弹 利诺猛然醒悟 那正是喜庆冤屈的关键 于是她顾不得向朱利亚解释 快步坐上汽车逃离警局 不久后 基督对成员返回 朱利亚向阿列斯奇说出利诺的解释 这让阿列斯奇心中掀起惊涛骇浪 急忙表示那都是些风吟风雨 随后又提起朱利亚和利诺曾经的关系 言语中包含着隐隐威胁之意 原来朱利亚与利诺曾是情侣 只不过二人因性格不合最终分手 可即便这样 朱利亚在这场案子中已经开始不被信任 而造成这一切的利诺 此刻已经摸回车场 她小心翼翼的从车上翻找线索 却不甚被混混发现 看着面前黑洞洞的枪口 利诺只好举手投降 随后混混将她绑起来 并通知阿列斯奇 这时昆丁也收拾好东西准备跑路 可当她看到利诺被装进后备箱准备灭口时 心中瞬间生起愤怒与不满 下一刻 软弱的昆丁挂上道挡猛踩油门 汽车如离弦之剑般狠狠向后冲去 这声响吸引到另一个混混的注意 昆丁趁其登开后备箱将其打倒 同时那座在后座的混混也因为惯性撞碎玻璃陷入昏迷 斯里逃生的兄弟二人驾驶汽车飞速逃离 路上昆丁提起自己知道查瑞斯的汽车藏在哪里 但利诺明白不能贸然前往 毕竟如果撞见阿列斯基 自己将毫无胜算 于是他再度想到了朱利亚 而此时朱利亚也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经过维修工的检查 他们拖回来的的确是一辆报废多年的汽车 难道利诺说的是真的 一时期朱利亚的内心陷入迷茫 他想将这件事告诉给莫斯 却被直接打断 随后莫斯更是以他与利诺纠缠不清为由 命其原地待命 这番话令朱利亚既愤怒永无奈 就在他发泄时 利诺的电话突然打来 约他在二人第一次见面的地方碰头 眼下朱利亚心中已经开始怀疑 于是他决定违背命令来亲自调查 与此同时 阿利斯基二人找到被塞进后备箱的混混 眼看他们城市不足败事有余 愤怒的阿利斯基果断击毙一人 随后又派马克去解决逃走的另一人 而被抓回来的混混为了活命 告诉了马克查瑞斯汽车藏匿的地点 可即便如此 心狠手辣的马克还是将其解决 不过他随后将这件事埋在心底 并没有告诉阿利斯基 显然马克也有着自己的小算盘 那一边朱利亚已经赶到约定地点 却不料阿利斯基派人暗中尾随 不久后 他在人群中被昆丁叫住 一个转身便消失不见 让身后跟踪的警员不知所措 不过这些朱利亚并不知晓 此刻他已经跟着昆丁见到了利诺 为了打消朱利亚的怀疑 昆丁主动解释起他和利诺的关系 原来他们并非亲兄弟 只是曾在一家孤儿院里生活 不过利诺早已将昆丁视作血亲 力所能及地保护着他 随后昆丁解释完之前发生的一切 朱利亚逐渐开始相信他说的话 决定一起去寻找证据 可就在三人返回时 朱利亚忽然注意到不远处的警车 随后又发现跟踪自己的警员 情急之下 他将钥匙丢给利诺 让其尽快找到查瑞斯的汽车 自己则抽出利刃扎破警车的轮胎 随后双手抱头欣然被捕 这场面让两名警员无可奈何 而在得知朱利亚被捕后 阿列斯基顾不上神情怪异的马克 急忙于莫斯返回警局 他清楚朱利亚一定得知了真相 不顾一切就要逼问 却被一旁的莫斯赶来制止 此时 利诺二人已经赶到藏车的农场 可随着他打开车库大门 却没看到那辆红色跑车 同时 昆丁也消失不见 这让利诺瞬间猜到他的意图 走进屋内 果然看到正在翻找的昆丁 随后他拿出装满钞票的袋子 这正是阿列斯基斯吞的赃款 而昆丁则打算带着这笔钱 与利诺远走高飞 这让利诺很是无语 他到这里并不是为了钱 而是为了清白 于是叫住昆丁准备解释 然而下一刻 枪声猛的响起 昆丁应声倒地 还没等利诺反应过来 马克便手持武器出现在窗外 见此情景 利诺急忙钻进屋里躲避 他看到桌子上放着一把喷子 可检查后却发现没有子弹 眼下马克正步步逼近 别无选择的利诺 趁其换弹时猛地冲出 二人在烟尘中扭打起来 最终利诺技高一筹 放倒马克 让他的额头重重撞在桌角上 随后取起武器 喊怒瞄准 下一刻枪声响起 屋内彻底没了动静 可等利诺走出房屋 却发现昆丁再度消失不见 他跟着地上的血气一路追去 最终在车轮旁看到弟弟的尸体 这一幕令利诺无比悲痛 他想将昆丁抱走 却发现他右手正握着一根麻绳 利诺沿着绳子来到一处干草堆前 他明白这一定是昆丁留下的信息 于是将干草扒开 果然看到埋藏在下方的跑车 随后利诺用拖拉机将跑车拽了出来 并找到仪表盘中的子弹 这一刻他只觉如是重负 压在身上的冤屈终于可以洗清 不过这件事还没结束 在告别了昆丁的遗体后 利诺找到被靠在屋里的马克 用他的电话联系上阿列斯基 宣布了自己反击的开始 这番话让阿列斯基大惊失色 急忙派出手下所有警员 不惜一切代价拦下利诺 而挂断电话的利诺也没闲着 他将跑车开建车库 利用自己的技术将其改装了一番 此刻阿列斯基等人 已经在利诺的必经之路上设卡拦截 同时他还藏起一颗燃烧弹 势必要解决那辆对自己不利的跑车 而利诺则来到之前的加油站 挑衅的向老板打起招呼 坚持刑警 老板急忙打电话报警 得知消息 阿列斯基派出一队警员前去抓捕 片刻后 他们便发现利诺的松弃 可等越过前方卡车 利诺却消失不见 就在警员疑惑间 躲在卡车前的跑车突然变道 并露出自己凶狠的獠牙 场面瞬间逆转 猎人成了猎物 尽管警车奋力逃亡 却还是被利诺加速追上 锋利的铁钩狠狠插入车尾 生生将警车后半段撕碎 随后利诺再度加速 顶着失去动力的警车向前冲去 也看其将来到埋伏点 车上的警员急忙联系阿列斯基 让其不要下令开枪 可此时的阿列斯基已经丧失理智 他不能让利诺接近警局 于是不顾劝阻 毅然下令 警员们稍加犹豫后 纷纷扣动扳机 但这却无法阻止利诺的推进 他借助跑车强大的马力 直接冲过拦接点 随后摆脱警车再度上路 见此清警 阿列斯基顾不上其他警员 钻进车里急忙追赶 同时 警局中的莫斯也收到消息 顿时明白自己错怪了朱利亚 于是递给他钥匙打开手铐 而欣喜利诺安慰的朱利亚没有犹豫 挣脱束缚后 直接驾车冲了出去 此刻 利诺二人已经来到城中 在狭窄的道路上疯狂追逐 眼看前方有警车挡路 丧心病狂的阿列斯基猛踩油门 直接将其撞得人羊马翻 毕竟是完全改装的警车 阿列斯基很快便追上利诺 对其接连碰撞 就在这时 朱利亚也驾车赶到 双方将跑车夹在中间 在与朱利亚对视后 利诺随即紧速刹车 朱利亚则猛打方向盘 直接将阿列斯基撞飞出去 终于结束了这场疯狂的追逐 随后利诺赶到朱利亚身旁 查看他的伤势 阿列斯基则强忍疼痛 钻出警车 将燃烧弹丢进跑车的后备箱 就在利诺举起拳头发泄时 跑车后部猛地燃起熊熊烈火 这下他再也顾不得阿列斯基 冒着危险钻进车内 一脚油门朝警局冲去 在利诺精湛的车系下 跑车一个漂移 撞在警局车库的墙上 莫斯与维修弓箭状 急忙打开灭火器 二人合力将火焰熄灭 而利诺在看到这一幕后 终于安心地昏了过去 一切趁埃落定 警方根据弹道与子弹 确定了阿列斯基凶手的身份 然而阿列斯基却在他们赶来前 从家里拿走三款与武器 提前跑路 不过好在利诺的罪名彻底洗清 莫斯也邀请他继续留在基督队 在正式与查瑞斯道别后 利诺与朱利亚并肩离开 在前方等待他们的 将会是更加凶险的战斗 最正子弹是上映于 2020年的动作电影 本片可以说是短小精悍 仍是法国警匪电影 那种偏冷色调的风格 剧情紧凑 没有拖沓 动作粗糙却极为真实 而片中的飙车戏更是一大亮点 复古风格的老车 与新时代汽车硬碰硬 让人看了热血沸腾 唯一可惜的就是 场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总觉得有些意犹未尽的感觉 看完全篇 如果以五星之来评价的话 探长认为 剧情两颗星 动作三颗星 角色两星半 当然了 这只是探长我的个人观点 小伙伴们觉得这部影片怎么样呢 认为精彩 请打一 感觉一般请打二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好了各位 今天的答案阅栏到此为止 您的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麻烦大家多多点赞订阅 我是探长 我们下个答案见 拜拜